怎样的没问题 那那个主任 有好几个主任纷纷走病 然后只留下一个孙主任 因为他是乔生身份 然后他年纪跟我差不多快60岁这样 所以他已经听不怕听不怕 而且最主要是他是乔生 他就讲 他说核电厂二十几年来的身体检查 是检查什么 检查怀疑会因为辐射而造成的癌症 的癌症 怀疑 这样用讲 怀疑因为核辐 因为不一定是核 就是因为辐射可能会造成的癌症 然后做那几项抽选癌症篩检 这跟辐射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们一般社会的认知 甚至是去验身体检查的那些 那些台电人员 认知是不是差十万八千里 他们以为说他们受了 在核电厂里面工作 受了核辐射之后 看核辐射对他的身体健康 有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他去台大跟种种做身体检查 可是结果他的检查是在做核辐射 可能治癌的那些癌症相互的篩检而已 所以根本就是台电一整个片人 大片人 所以就我刚讲的就是现在这一篇 所以我们供疗人啊 我们选择